我们在天津东立体育馆为您继续带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男团的决赛 第三盘的单打呢是延安对朱世贺 那么这两位选手呢在这两年的拼超联赛当中 他们俩是同一个俱乐部啊 应该说特别的熟悉和了解 就是在宁波海天俱乐部 朱世贺呢是一名老将今年三十多岁 那么他曾经获得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亚军 这次没想到啊老将朱世贺也能够披挂上阵 参加东亚运动会 也给这个东亚运动会乒乓球啊增添了新的亮点 因为刚才啊非常有意思在男团决赛之前啊 运动员在准备入场后场的时候正好呢我是过去啊问这个延安他们今天出场的顺序啊啊和名单 好球 我当时啊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就是阳影阳影 然后我一回头他就说 他说中央舞中央舞我说是啊 他在问是不是中央舞转播 然后之后呢他就跟我说 用中文说说我世界第一销 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来宣传他是世界第一销 所以这个老将呢作为销球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的确让人很佩服因为这打法太难了 在男子上几乎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 但朱世贺能够坚持到现在 我想很多我们的球迷和观众都非常喜欢他 那在昨天的半绩赛当中的延安呢是输掉了一场 那场比赛呢是对日本的三号年轻的新秀销球选手叫春松熊斗 第一次见这个销球日本的选手 昨天延安是2比3赋予了春松熊斗 在近期的比赛当中延安的这个发挥呢 可能跟樊振东来相比较的话呢 还没有没有像樊振东那么突出 有一些起伏但是也很正常 年轻人员这这都是必须要经历的 4-9 4-9 4-9 10-4 11-4 延安轻轻拿下了第一局 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这球非常独特 就说你看你只要拿第一个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局的比赛情况 第一局的比赛 延安可以说尽情的发挥 他的出手特别果断 那么朱世贺呢打完第一局 看他只吐气 这没办法 因为他和延安是同一个俱乐部 天天会练 消球最怕熟 越熟 越难打 练得越多 对他的旋转 估计的要越足 现在朱世贺的整个难度就太大了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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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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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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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好的 哎呀 这个球啊 可以说这个弧线啊 已经是低过网子了 就是擦网而过之后 这个球还往下走 所以朱子鹤削球 应该说质量很高 但是延安能够贴着台面 把这个球魔术般的 拉到对方的直线 所以打烧球啊 需要有砂板 但是有时候需要收手 就招持有度 我扣的时候 我扣两下 我要缓一下 如果连续扣 这动作容易变形 这个整个人的容易 超过自己的技术能力 7-4 5-7 6-7 拉中间 这个球啊 第三板 延安没有打实 这球有些脱泥带水的 不知道他是想扣 还是想冲 目的不明确 现在延安呢 在第二局落后两分 6比8 漂亮 再货尽 现在货尽 他货尽 是 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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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有些走样 所以延安还是不要强攻 可以攻 但是需要收手 两板之后我再缓一下 非要这板球 一下把它冲垮 那个也有点强球 是机会可以攻 但机会不考的时候 强攻那必然是要失误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九平 反拉第二板 这个延安就太盲目了 因为前面两板四伏是拉球的节奏 拉两板之后没没有得分 然后转过来又消了 但是这一消 这就完全换了一个种节奏 所以延安呢是没有停顿下来 还是按攻球那节奏 尽快把这个球冲出去 15 有了 回 拉 拉起来 是在硬冲 盲冲 这样十一比九 朱智赫扳回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瓶 好 各位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延安和朱智赫的第四局 要照这么打下去 延安可能会越来越难打 因为前面第一局延安的这种进攻 效果很好 第二局开始对方能顶一两下 顶过来的时候延安要需要进行连续进攻 这时候延安又太急 太想一两板能够得分 所以出现失误 输掉了比赛 那么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就说还是存在一个连续 进攻 这样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情况下 延安的动作比较小 他往前送的有时候不够 所以有时候这球你感觉 对于延安来讲 难度还是很大 是机会的时候 延安没有问题 但是比较低 有点难度的时候 延安的这个正手的冲杀 就会失误 现在开局 朱智赫三比一领线 朱智赫三比一领线 特别能够把握场上 战机的老将 所以拿下第三局 朱士赫在这局当中开局立刻 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削得很低 被重板的时候下网了 小杨加油 我们相信延安在这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把比分追回来 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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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延安把比分追成了4比6连追了3分 这个球非常底线 其实这个球是不应该发力的 好球 现在朱世贺打出了一个高潮 延安是一板两板三板都很难 冲破朱世贺的这个防线 朱世贺真的现在表现的不愧是世界第一销 谢谢 打消球最忌惑那种晚点发力 你应该是压在对方的前面 在台面上 一种高压式的发力 你总是第一点像打地球起板似的被动发力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现在延安把比分追成了6比9 现在延安需要注意的 就只要是他发力 在进攻的时候就要保证尽量不丢 哪怕多拉 不要失误 不好 对方在这个情况下肯定是要进攻点 现在朱世贺赛点10比7 都要保证尽量不丢 很好 很贺 最后一个球 朱智赫是赫深 倒地抢了 这样朱智赫 三比一战胜了延安 为韩国队扳回了一分 老将朱智赫今天 确实让 在我们面前 展示了他高超的球艺 他的销球 还有他的这种 全面的攻势 也为韩国队 拿到了这个宝贵的一分 那么接下来呢 第四盘的单打 就是由中国的小将 凡振东对郑龙直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 带来这场男子团体决赛